五月是感恩的季节 草屯镇御史社区特别举办母亲节庆祝的活动 仙医院李周中特地带来了康乃信以及蛋糕 赠送给在场的母亲们 感谢他们平时对家庭的付出及辛劳 母亲节是一个最伟大的日子 我们真的很感恩所有的伟大的母亲 为了家庭努力 每逢到母亲节这个节日 都是我们民间所谓每个家庭最重视的日子 尊敬的心 感动的心 应望感谢全天下最伟大的母亲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大家很快乐 大家很健康 母亲节快乐 一同切下蛋糕 在场的气氛和乐融洽 借由举办活动 希望让长辈们提前换度佳节 利用多元就业盈余 社区也特别准备蛋挞 要祝福长辈们在社区关怀据典里 都能够开心过日子 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我们社区在今天我们提早庆祝母亲节 我们社区有准备康乃鲁 还有家两个 要让我们的长辈 庆祝母亲节 过来我们就是我们的多元就业 平常就有做颜可颂 做蛋挞 营语我们就是回馈给我们的长辈 也准备蛋挞 给他们带回去 接着我们就是代表我们的礼监事会 就是庆祝母亲节快乐 大家欢欢喜来社区参加华丁 有老师带领长辈利用社区 自己动手哲康乃鲁 不只动手也能够动脑 长辈们都很感谢 理事长及总干事的用心 让他们北港温馨 美丸都来 都来送够两个 转车火 每年都来送 等他够两个 因为有时候孩子都在外地 也不一定说在母亲节能够回来 跟我们一起团聚 如果在这个社区的大家庭里面 我们同样能享受到这种节庆的温馨 手做的东西也帮助我们动动手 动动脑 能够远返退化的现象 妈妈们是安定与支持家庭的力量 平时无怨无悔相夫教治 透过活动的举办 除了一起来庆祝这属于妈妈的节日外 并期盼也唤起社会大众 领会母爱的伟大 共创温馨祥和的社会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